上回提要 火火叫三指甲粉買個三房單位 一起住,每人給500萬 問專家三個人可以怎樣做案件 不過他們怕相見好同住難 不接受這個買樓方案 於是火火就叫他們去供客 洗澡去公廁,睡覺去快餐店 不過難受就當然了 現在先去買,對,拔人,拔人 先別聽著… 甚麼事 你知道嗎?MG也不是人在睡 睡得腰痠背痛 對,晚上的人怎會比白天休息 對,你救我們吧 救你們甚麼?甚麼問題 說出來才行 樓市再升四成,我們真的不行了 升的話,跟你說過 樓價有升就有跌 之前問過你們,是嗎?升了會怎樣 你們現在知道 要解決,如果你睡覺突然之間… 又是大頭盔 不知道是大頭盔 如果你睡覺突然之間 樓市又跌了四成 那你會怎樣 但你想清楚 如果你現在有1400萬 這樣跌一跌,只剩下860萬 那貨買交就好時機了 現在跌四成 我馬上趁低級買回房子 不是,忍著 它會跌的,它繼續會跌的 對嗎?我拜託你 這些沒說到底,跌就不斷跌 不可以的 買房子不同,買菜 不要自己想 多吸納一些意見 不如我們問一問街坊,好嗎 好 對了,這個… 也是墨魚忍 是墨魚忍 墨魚加豬潤 墨魚忍,你明白嗎 對了 你玩耍嗎?你也沒有插線嗎 這是無線電話 對… 這是貌色的東西 這裡收得不太清楚 因為無線電話 對,怎樣 你叫Mary嗎 對,你有空來跟我玩,好嗎 他不是傻了嗎 還可以 很瘋狂 第一集開始也是這樣 小生,你好 如果樓市跌四成,你買樓嗎 買,當然買了 小姐… 如果樓市跌四成,你買樓嗎 真的嗎?當然買了 小姐,如果樓市跌四成,你買樓嗎 當然要多放幾層樓,收到吧 如果樓市跌四成,你買樓嗎 當然買,叫媽媽買兩棟 先生… 如果樓市跌四成,你會買樓嗎 四成?當然買了 套大,多收拾四間 我會買樓嗎 是否也要買樓? 三位大哥,其實我們做了這麼多集 你們也學了很多買樓的方法 也看過很多不同的樓 有大、有小、有便宜、有貴 有刪卡、有市中心 其實三位大哥 你們心目中的Dream House是怎樣的 我最重要是夠大 因為我要我的屋裡有一個 屬於自己的鏡房 我想鏡房真的大一點 我想有1000呎 還是房間的才行 是嗎 可以嗎 我很簡單 由我家的大駕走到門口 要五分鐘 這裡有一個地圖才行 我沒有你們高高遠 很簡單 房間可以放進一家四口 背山棉海,有一個露台 廚房可以打到白鴿鑽 市中心,地鐵上蓋 這樣就行了,1000至2000呎也夠做 可以,別笑自己 最重要是有夢想 夢想要放大 你有沒有想過把你們三個夢想 合而為一 真的買一個屬於你們自己的鑽頭 真的可以嗎 對 當然可以,做了那麼多集 我說可以就行了 不如我現在帶你去看 真正的房間,好嗎 好… 甚麼好 我要走,當然做了那麼多集 還整個都會割 你跟我來吧,走吧 來,真的這樣嗎 走吧 這次火火帶三子去看的獨立屋 位於米埔 符合到肥利和阿Boo的要求 至於阿Gin那個由大閘走到門口 要用五分鐘的超離地想法 暫時幫不了你 等下一輯吧 全球買樓狂想曲可能有機 不過如果我們找你拍的話 為了尊重業主又尊重自己 平時坐殘車看樓 今天我們出動到歐洲房車 是大小的,吹吧 這裡是甚麼 是你們的健身房 是否很想衝進去 是… 但在你們衝進去之前 我想做一件事 甚麼 就是我衝進去 你們要衝進去… 等下我們 這裡很棒 很棒 還要說三次,很棒 簡直要說四次 很棒 這裡的裝修簡直完美 北方風情 加上北歐瑞典餐具 不能輸 如果樓價包含這個裝修 收樓馬上可以住 你說多好 哪有感受 你慢慢叫,我先參觀一下 你那個混蛋就是這樣 等著 我先放在椅子上享受 來看看 鼻梨 給我 敬拜 敬拜這裡 真棒 沒見過這麼大的房間 真棒… 救誰 在哪裡住在哪裡 這裡是書房 書房也有套字 對 我們可以坐在這裡 這裡有很多… 這裡有甚麼位置 那邊還有,那邊看吧 那邊 這裡很大 這是甚麼房間 這裡是客房嗎 客房而已 客房嗎 客房那麼大 客房也有樓台 這裡看見了外面 駕駛回來也看見 我想看看主人的房間是怎樣的 衣服間好像連著… 連著兔廁 兔廁真的很棒,神經病 為甚麼好像… 好像幾個人一起去廁所 很棒,不走,好嗎 好,不要走 我也不想走 好,燒駕駛 很漂亮 怎樣?是否有話 話甚麼?沒有新意 去哪裡時會話 那你想怎樣 我想怎樣,想看你們怎樣用 這裡這麼大地方 用來建玻璃屋吧 這樣就不浪費 你這樣就浪費 應該多建一層在這裡 對,這裡這麼大 我們加起來也住不完 我們用來租給別人 我們可以多賺一筆 多好玩 好你的頭 你明白嗎 潛建是犯法的 我們不應該做的 不是,很多村屋都這樣做 政府也不檢查 情願不檢查 何時輪到我們 你明白嗎 我再說一次 這些事情是犯法的 別人做別人的事 我們是不可以做的 你明白嗎 明白嗎 不做… 這些事情是犯法的 知道,不做… 不做… 不做… 好,我們看看花園 怎樣可以建造車房 好嗎 好 那真是很重要 那犯法嗎 別說我不疼你們了 看了14集,都沒有花園看 現在帶你們來看花園 恐怕你們到散骨灰那天 都沒有機會去花園 你說甚麼?我都說過了 你幫我這麼臭的散骨灰 不要…我們用時間想想 怎麼活化這個區域 對,拿來種植物 媽媽 媽媽種劍蘭 爸爸種西瓜 我種青瓜 你種甚麼?姨媽、姑姐的那種 姐姐的那種 落也、蓉蓉一起種 種青瓜,看來很適合你 對,為甚麼我會說 爸爸種青瓜,爸爸種甚麼 煉藕,隨便吧 好 這棟樓是全新的 我帶你們來看,都做好人 因為你們三人是完全黑衣相的 買不起的,但照帶你們來看看 為甚麼?你們思考一下 與其用幾百萬買一層納米樓 不如三個人夾粉 千多萬買一層串屋 市面上有很多樓,像這些 千多萬整棟 但重點是甚麼 重點是你最想要的,肥利 樓梯在屋裡 自己走到天台都在屋裡 不用淋雨 是否很過癮 怎麼看?買不買 你說得這麼好 但要對著他成家人 再加他在玩青瓜 最難受的是你 還有你,你玩青瓜的畫面 你聽甚麼 好了,夠了 我不想聽你玩青瓜 我決定自己一個人 出去看看附近的環境 那我跟著你去嗎 好 看他玩青瓜 我們不玩青瓜,可以玩矮瓜 玩捷瓜也可以 可以的,捷開一段段 看出去,不算那陣煙霞 也有些維港的感覺 不知道三子打算如何 提升內在環境 配合遙望神舟的好景 你看那裡… 好 霍霍,我們決定了買 好 獨立房這麼大 我相信下面用來蓋地爐 我在下面放了酒 玻璃製造天花,挺輕鬆的 對,下面還可以做樂隊房 放卡拉OK、桌球桌 做Disco也行,有空吃 你們知道你們在想的東西 是犯罰的嗎 火火,你少擔心 萬一有甚麼事洋了 就說對不起,我們做事太忙了 一時疏忽,通融一下、原諒一下 完成了 除了說自己忙得令人難以自信之外 還可以說自己沒有警覺性 先因公亡 你可以冤枉他 我一進來就已經這樣 對了,有甚麼事 你推給我,我推給你 推來推去,射球,完成 甚麼事 你們哪會教他們想這種事 香港的高官也有些像不見過 他們也是這樣解釋 誰有事,誰呢 人家是高官,你是高官嗎 你只是一個人 這些不要學 那在花園從事可以吧 你現在的位置也很… 我不想聽你說話 不是吧… 你怎麼了 三子又貴 那些鵪位又貴,就是這樣 上一節,三子不斷說為間屋 這些、這些 最後不就是沒有光顧 學習這位外號叫師傅的80厚 曾經欠債,後來也買到樓 現在不僅有物業有車位 還有投資頻道和專欄 剛才畢業是負債80萬 投資書 最初的情況,最主要是 要賺回第一桶金 我一儲到金錢 正值就是零幾年 在沙市後見底上得很厲害 買一些大籃籌 兩年半就還了所有錢 那你何時買第一層樓的 2007年4月就買了第一單位 我記得假設一百多萬 應該會達到二百五、二百六 還可以升,還要有牛市美企的爆發 但如果爆發的時候,我就問自己 我自己住的市區一半半 例如市區一半或四成 可能有機會穿了一百、九十多萬 但只能降到八、六也行 以這種統計,我最多虧30萬 還未足夠付資產 結果應該到達… 我記得最後一價有經紀打給我 三八三,猜猜嗎 三八三,現在大概是六百多 也沒猜過 那你現在有多少物業 不僅是香港計算 還有單位、車位有10個內 一個單位、一個車位自己用 跟其他人租出去,其他國家都有 最主要目的就是租金 可以蓋上儲存 師傅,買樓應該要注意甚麼 我覺得要先了解整個經濟周期 不是很難的道理 最多的問題是甚麼時候升、甚麼時候跌 問題不是在於價格升多少 問題是每次爆煲 都是醞釀高利率和高槓桿的時候 才會爆煲 總之我們不能在高利率和高槓桿的時候 去做一些投資決定 這樣不會死得很慘 例如放地產是好的資產 所以要量力而為賣 其實我覺得還可以 剛剛看完後市,是否很開心 是 我看你們很熱烈地討論 是否很有希望 是 是否很想買樓 是 那我問你們,如果想買樓 怎樣找筍盤 打電話問朋友 上網問百度 問你吧 我真的很失望 想不到你們跟蹤我那麼久 竟然給我這些答案 要找筍盤,是否要多看一些樓盤 是否要多看一些樓盤 是否要找一個好的經濟 是… 在哪裡找阿準 找我 因為我認識一個厲害的經濟 誰 不告訴你們 我叫Nana 今年23歲 我六年前已經入行 為何我選擇地產這個行業 因為我小時候 家裡只有兩間房 我很想有自己的房間 但我小時候叫我爸爸、媽媽去看樓 他們都會說樓價很貴 不能換 所以我決定要賺錢 去買一間較大的房子 跟家人一起住 剛開始做地產的時候 其實我家人都完全反對我做 因為覺得很困難、很辛苦 去做地產學業 我最初半年完全沒有開單 一文教育也沒有給過 所以經過很多次家人的反對 還有朋友都叫我來別做了 但當時我覺得自己年輕 所以想堅持下去 而且我也有目標 想買一間較大的房子 跟家人一起住 過了半年後,我開到第一張單 入行兩年後 我獲得公司的業績大獎 我公司的百夫獎 比喻為行內的奧斯卡獎 這個最低限度需要年收入120萬 當時我超過了200萬左右 Lala,這裡就是你的夢想房子 對 為何你會想擁有這裡 因為我本身已經住在三房、套房 連天台 這裡是41廈網,適合我的間隔 還有這裡還有內置樓梯上天台 比起我現在住在那裡更加勝一級 我想問這裡到底有多少千呎 這裡有1733呎 再加一個2071呎的天台 最實際的問題,多少錢 二向價,大約1億3千萬左右 如果是你的夢想房子 你預計自己多久可以快點擁有它 如果你們現在幫我買到一間 我立即可以買 待會節目結束後 我們全部辭職,我過來跟你找食物 我都想買到一間 全部人買到一間,買到一間 很多人一輩子,做一輩子都買不到 一間這些 我喜歡這些,這些豪宅的標準 浴缸、棋缸、齊備 要走兩步才到我馬桶 你看,多遠,對吧 平時你家裡馬桶在這裡 洗澡就在這裡,擦眼就在這裡 你看這裡 這間正在嗎 可以跟老婆一起搭配我自己的鏡 老婆有自己的鏡 有這樣的健康間,真厲害 很重要 對我來說,他們在家裡看 對我來說,我看小套房也很開心 內籠看得很久了 是時候看看二千多呎的天台 有多厲害 順便給你們一個機會 陪你們跟美女Nana聊聊天 談談心吧 Nana,我好奇想問你23歲 你身邊同齡的朋友 是否找到你那麼深水的人 是否你身邊的朋友 大家都很想買樓,有衷勁 沒有 沒有 其實我沒有朋友 那你當年的同學 話題是否相同 已經沒有話題了 已經沒有話題 所以已經沒有朋友了 那你買樓是你人生的終極目標嗎 當然不是 買樓是其中一個目標 你還有其他甚麼目標 我想買更多的樓 想買更多的樓 你的第一層樓是全賣 還是慢慢賣 當然要做按揭 即是你現在一炮供了幾棟樓 對 你給按揭是否很吃力 可能一個月要給四、五萬元 做按揭 不是,因為我有些樓租給人 別人在幫我供樓,所以我不覺得吃力 Nana想買更多樓 但很多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 買到一個小單位 已經心滿意足 每個人都做樓爐 難道每個人都想做樓爐嗎 我,阿彌,謹以自誠宣誓 分身學習和了解甚麼涉ruption 投胎的一閃 以確見高下 以白車做服飾單位 建設立麗的家 太久 不然怎會主公下 其實沒有一位中餐爸爸 你會買甚麼差 原屋有運行 去錦天十八鄉狠偏遠嗎 沒有錢,總有代價 奴隸,你沒有樓嗎 公屋的申請支架會是你的嗎 上班早七八八 何入色已過上限 為何仍在輪候算吧 還是要買樓嗎 深水寶山八呎 賣600萬售價 很清楚幾趟度要上車 只有文啟嗎 青春去換首期,是家 我爹了 你要接百口成錢買,不要了 我們有信心 香港的明天一定會更好 謝謝各位 浪遞,你看色差 即是新樓的古選價值有偏差 他沾沙重線那道場 列開實價落地求生 成東沉下降霸 不願意賣樓嗎 一天總開發,有地就信任樓話 轉手的單位轉眼會聲 怎會洩人花 看見了香港這麼多盤 便宜也要一萬元呎吧 對我這種工作者來說,有錢 排公屋,我沒有資格 抽居屋,又要等運到 那也沒得選擇 這麼貴也要買 那就望遲點找到女兒 她可以和我一起置於宿舍供樓 學了這麼多東西 我決定要立志買樓 辛苦一點,一天打三份工作也要 沉降、立米,甚麼都會召殺 但在香港地,你不賣命 也不需要買樓 記住,樓價是不會可憐人的 15集,你們完全買不到樓 我看見你們的未來就灰燙了 我也被你們弄得灰燙了 還有,你帶我來這裡做甚麼 現在做甚麼?去吧,是吧 真氣 帶你來真的有益理 你教了我們15集 我們只要在下面的150個位置 輪到我們的三星香港人排名 地面的樓我們卻賣不起 所以我們有新計劃 我們決定上去 神經病,地獄也不收你 你不覺得天堂會收你嗎 醒醒吧 不是吧,我們想過了 天堂也不收我們 地獄也不收我們 對,帶一個地方一定要我們 祖國大灣區,火火 火火,大灣區有甚麼好 又實惠又方便 最重要是我們能買得起 不如這樣吧 每次都是你帶我們去看 不如我們回到一會 我們帶你們去看吧 這樣吧 我們一起重振香港 懷抱大灣區 我們一起去看 鞋子炮、iPad那裡的磚很賺 是嗎… 真棒,偉大都是祖國 大灣區萬歲 你知道上去的話 食物便宜一點,甚麼都比較好 還有偉大的鰻魚刺身 真的滑得踩不出,對吧 對,我們一起去看 好,再見